你战夥 你要去哪儿 我妈生病了 我得去照顾她一下 这亲生的可就不一样 我生病的时候 你问都不问医生 你妈一个小感冒 你就大包小包的往娘家拿 你可真孝顺 你能不能别阴阳怪气的 弄得好像我是你亲生的一样 我当初得肿瘤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我的 难道你忘了吗 妈 你不用担心 这是一个小手术 妈 我先挂了 你在找什么 找你赔价时的银行卡 还有保险和工资卡 为什么 妈 我这病理报告都还没出来呢 我这一丝八卫还死不了 你不要这么着急嘛 急 当然急 你这个病啊 我这早上查过了 基本上就没得知了 到时候啊 你脚一蹬 手一伤 我儿子他可怎么办啊 他还年轻啊 我呀 我呀 我可在为他着想啊 妈妈 你就为这个啊 你至于吗 我都一大把年纪了 我有点顾虑 我以后做打算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正常 你见过哪个婆婆 在儿媳妇生病的时候 拿走她的嫁妆和积蓄的 你见过哪个婆婆 当在儿媳妇那边找没人的 我还没死呢 我在你们眼里 就是一个工具人 有用的时候 就向脸相迎 没用的时候 翻脸比翻树还快呢 我可是你婆婆 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 你有关心过我吗 有问过一次我的病吗 你也配叫长辈 那你现在不是没事的吗 你犯得着 跟我这个老太婆计较吗 小肚鸡肠 我犯了着 我还真就小心眼了 我痊愈是因为我命大 是我妈没日没夜地 照顾了我一整个月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我不经历一次 我还真看不清楚身边 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家又不欠你的 你少跟我蹬鼻子上脸的 行 从今往后 我只照顾生我的和我生的人 其他人休想 再就是 上去 鹿 那儿 是吗 我行了 上去